文章来源 全球知名生机药厂辉瑞 当初靠着新冠肺炎 COVID-19 疫苗 相关口服等抗病毒药 在疫情期间风光一时 公司收益甚至飙迫1000亿美元 但却因全球新冠疫情趋缓 而导致收益不如预期 股价重挫49% 因此最终无预警宣布 将进行结构重组 包括裁撤2000度名员工 显示这波裁员潮 已经烧到医疗大厂 根据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 其实在全球新冠疫情 尚未结束时 辉瑞曾经是全球最吸金的企业 因为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研发出新冠疫苗 口服抗病毒药物 使得公司收益突破1000亿美元 今年3月更宣布收购药厂 CGEN 将四种以核准的癌症疗法 大入旗下 起料疫情结束后 业绩却一落千丈 新冠疫苗与相关药品销售的业绩 跌得比公司 预期还快 本月14日 辉瑞股价收在26.13美元 创下2013年6月5日以来的新低记录 今年到目前 辉瑞的股价更是重挫49% 蒸发市值达1400亿美元 约新台币4.4兆元 还远远超过2004年的670亿美元 这迫使辉瑞不得不启动一项 削减成本的计划 至2024年底 每年开源节流40亿美元 其中还包括必须裁员 也因此 光是英国肯特郡桑威治 Sandwich的工厂 就裁员500人 辉瑞旗下各地8万3000名员工 将有2000名职员丢掉饭碗 其中包括癌症科学家 英美各地的研发人员 原先已经推动的研究计划 也被迫告吹 辉瑞执行长 波尔拉 Albert Borla 今年10月在与其他高层举行对谈时 曾经解释 此举是为了因应成长 而所必须做出的调整 但员工们却不买单 纷纷开森表示 前景光明 但却可能被炒鱿鱼 报道指出 辉瑞厂的新冠疫苗 2021年 2022年的年度销售额 皆超过360亿美元 超过所有单一年度的各种处方药品 而去年再加上病毒口服药 Pax Lavid 则使业绩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 不过 许多之前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民众都认为 其实打追加剂 并没有百分之百防堵感染的功效 加上更多人对持续数年的疫情感到疲乏 因此 疫情减缓后 疫苗需求下跌速度更快 邻波后 请不吝点赞 字幕提供